得到滚滚肯定的燕池物 伤心地蹲在一旁地上画圈圈 滚滚是小九的孩子 冰块脸是滚滚的爹爹 所以小九和冰块脸就是夫妻 小九竟然不仅有孩子 还有夫君 只有我自己孤单一个人 东华回过神就看见 蹲在一旁碎碎念的燕池物 东华抬起腿就抱着滚滚 从燕池物身边走过 丝毫不顾忌他的存在 滚滚 早上吃饭了吗 东华眼中带着温柔地看着怀里的滚滚 吃完了 滚滚刚吃完就来找爹爹和娘亲了 滚滚的小奶音充满了喜悦 她今天早上是被安兰惹婶婶叫起床的 安兰惹婶婶说 你爹爹在你娘亲的房间里睡觉 滚滚的吃完饭再去找他们哦 滚滚表示很高兴 阿丽舅舅说了爹爹和娘亲感情好 才会睡在一起的 滚滚本来还有些担心 但是现在不用担心了 爹爹 咱们要去哪儿啊 滚滚问向东华 东华眼中挂满了笑意 爹爹去厨房给你娘亲做早餐 爹爹 你还会做饭了 好吃吗 滚滚崇拜地眨着星星眼 东华想着 原来小狐狸的凤酒 这卖吃应当是还不错 东华回复滚滚 应该还可以 说完东华他们就已经走到了厨房 东华将滚滚放在厨房外 让他在阳地待着 不然会受伤的 滚滚听话地点点头坐在了门槛上 东华进到厨房搜寻着自己需要的食材 最后东华决定 还是给凤酒熬个粥吧 东华挽起袖子 不太熟练地开始洗米 还好烧火可以用法术 东华站在一旁 看着锅里孤独着的米 满意地点点头 东华侧过头好像看见了什么 走到一个篮子旁边 将罩在上面的布揭开 看清里面的东西 东华挑挑眉笑了 滚滚不太明白 为什么爹爹又开始在厨房里忙活起来了 房间里 躺在床上的凤酒 朦朦胧胧胧地睁开眼 感觉喝完这顿酒不仅脑袋疼 身子也酸疼酸疼的 看来这是喝多了 凤酒用手支起身子 被子从身上滑落 凤酒感觉肩膀凉嗖嗖的 一滴头发现背下的自己一丝不挂 身上还有些轻子的印记 凤酒呆着的一头倒在枕头上 手上紧紧地抓着身上被子 开始回忆昨晚自己到底发生了什么 狐狸的记性一向很好 凤酒很顺利地想起了 自己邀请东华上床 还将他压在身下的画面 凤酒红着脸将被子盖在自己头上 白凤酒啊白凤酒 你怎么一喝多就这样不自重啊 凤酒有些懊悔地抬起自己的小拳头 狠狠地给自己的脑袋来了几下 凤酒又接着回忆 诶 你竟然又锁骨 我都没有 小白 我最后说一遍 你再不放开 今晚你一定会后悔的 你又威胁我 完了完了 现在凤酒已经感觉身无可恋了 都怪小燕灌了自己这么多的酒 这下完了 怎么面对东华 凤酒沉思了一会儿 听到了肚子对饥饿的控诉 凤酒只好放下脑中的想法 有些害羞地起身穿上衣服 将身上的印记都遮挡住 凤酒站在房门前拍拍自己的脸大 白凤酒冷静冷静 一会儿看见他 就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 凤酒视死如归地打开了房门 刚走出去 就看见蹲在一旁画圈圈的燕池物 凤酒走到燕池物身旁 拍拍他的肩膀 小燕 你在我房门口看什么呢 没想到燕池物抬起头 一脸控诉地看向凤酒 小九 你欺骗我的感情 没 没有吧 凤酒有些疑惑 以为是自己昨晚醉酒后说的那些话伤害了小燕 你和冰块脸 是夫妻对吧 我们 你怎么会这么想 凤酒对于燕池物嘴里的称呼表示疑惑 你不用再隐瞒了 我都知道了 滚滚是你的孩子 冰块脸是滚滚的爹爹 所以你和冰块脸就是夫妻 哼 小姐不仅有孩子 还有父亲 哼 只有我自己孤单一个人 燕池物伤心地再次低下了头 哎 小燕 你别伤心啊 凤酒站在小燕旁边 有些手足无措 东华带着滚滚从长廊走过来 原本如春日朝阳一般的目光 在看到凤酒站在燕池物身旁 一脸关心愧疚的时候 一下子就变了 东华狠狠眯着眼 看向蹲在地上的燕池物 想着消灭燕池物的一万种方法 小燕表示 自己忽然感觉后脖颈有点凉嗖嗖 凤酒饿得有些迷糊 只好靠在柱子上 放弃安慰小燕 一抬头就看见了从远处走向自己的东华 阳光扑洒在她的身后 引发在阳光的肇事下一以生辉 凤酒好像感受到第一次见到帝君 被她救下时的心动 东华走近凤酒 一挥手 小燕就相失在了原地 可是滚滚和凤酒 谁也没有发现一个活生生的魔君不见了 东华看向正对着自己发呆的凤酒 勾起了嘴角 轻易地抬起手 弹了一下凤酒的额头 哦 凤酒捂着脑袋回过了神 看着站在她面前的东华 凤酒有些心虚揭发地说 起 起得挺早 呃 呃 不是不是 凤酒察觉到自己说错话 连忙摇手 表示自己说错了 东华将手中的范侠换到了左手 右手挽住凤酒的腰 一使劲 将凤酒挽在了胸前 在凤酒耳边低沉地说 怎么 你是对本君昨晚的表现不满意 尽量 以后咱们可以 多练习练习 凤酒被帝君不要脸的说辞 弄得面脸通红 滚滚站在一旁用自己的小胖手 遮挡住自己的眼睛 但是还是时不时地偷偷露出一条缝 东华看到凤酒害羞地反应 笑出了声 凤酒有些气地瞪了东华一眼 可惜啊 凤酒这一脸的娇羞 倒是丝毫没有杀伤力 东华放开凤酒的腰 顺手牵住凤酒的手拉着她 走到了院里的石桌旁 东华将饭侠放在了一旁的椅子上 从里面端出了一碗粥 放在了凤酒面前 滚滚也坐到了东华旁边 两个人都是一脸期待地盯着凤酒 凤酒面对着两人炙热的目光 僵硬地端起粥 用勺子成了鞋塞进了嘴里 还好没有糖醋鱼那么上头 只是味道和火候差了点 凤酒看着帝君 一脸期待地看着自己 凤酒开口说 挺好喝的 东华和滚滚满意地点点头 滚滚一脸神秘地对凤酒说 娘亲 爹爹还给你做了别的 凤酒喝粥的动作有些僵硬 其实他对帝君的厨艺一点都不期待 凤酒不敢说话 只能默默地喝这碗里的粥 没想到东华竟然从饭侠里 拿出了紫水饼 还递到了凤酒面前 凤酒被眼前的东西吓得直接被粥呛住了 你 你 你做这个干嘛 你不是说过 这是一种风俗习惯吗 东华一手拖着腮 一手抬着紫水饼 喂到凤酒嘴边 凤酒一脸地不自在 但是滚滚还在身边看着 凤酒只好张嘴咬了一口 东华看凤酒吃完了 笑着将紫水饼拿到自己嘴边咬了一口 你觉得 本君做得怎么样 东华细腻地问向凤酒 凤酒根本就没尝 就咽下了肚 还还不错 东华还想逗逗他 就听见阿兰惹的声音 凤酒 你起来了 吃饭了 妈 阿兰惹也快步走了过来 阿兰惹眼睛一瞥 看见了东华手里的紫书饼 眼中闪过了一丝两人调侃的看着凤酒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虽然阿兰惹没有露出什么奇怪的表情 但是凤酒还是感觉到阿兰惹的调侃 凤酒手快地将东华手中的紫书饼 狠狠地塞到了东华的嘴里 东华眼眶放大 很茫然自己的嘴里一下子就被撑开了 紫书饼的边缘 一将东华的两层肉都撑了起来 阿兰惹自然是不能看帝君狼狈的模样 快步地离开了现场 走前还跟凤酒当了别 凤酒看到阿兰惹走了之后 才松了口气 被人挑笑可不是他青秋糊足该有的 凤酒心情舒畅地将粥端了起来 娘亲 你看看爹爹 顺着滚滚的话 凤酒也看向了东华 只见东华的脸被紫书饼撑得鼓起来 东华一脸哀怨地看着凤酒 凤酒连忙放下粥 一脸抱歉地将东华嘴里的紫书饼拿了出来 对不起对不起 我刚才是太着急了 凤酒不停地对东华道歉 东华抬起手揉了揉自己的腮帮子 刚才撑得有些酸 本君和你的关系 就这么接不得人 东华一脸认真地看着凤酒 没有没有 我只是 我有点害羞 凤酒连忙摆手 语气有些虚弱 听到凤酒承认自己害羞 东华抿着嘴点点头 表示自己对这说字很满意 阿兰惹 明天你们就要成亲了 都准备好了吗 经历早上的波折 现在终于回归平静的凤酒 躺在摇影上 晒着太阳 问向旁边的阿兰惹 都准备好 就等明天的到来了 阿兰惹眯着眼睛 一脸的惬意语气 倒是充满了期待 现在 就静等着明天的到来了 凤酒感慨着 是啊 过了明天 未来都是崭新的 阿兰惹也一同感慨道 呀 我忘了一个人 本来悠闲的凤酒 突然坐了起来 怎么了 阿兰惹也睁开眼 帝君刚才好像把小燕变走了 正在后上与犬银兽进行大战的 印尺物表时 以后绝对要远离冰块脸 这个人真的是 老子不就是反驳自己能打得过他吗 至于把自己丢到这荒山岩岭吗 真是小气 小燕装士啊 你恐怕还没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啊 当了晚上 东华才顺着凤酒的意思 将小燕变了回来 小燕身上的衣服 都已经被犬银兽撕破了 还好身上没受伤 其实将小燕送到后山 不仅是东华的意思 还有晨叶参与 昨晚晨叶将小燕送回房间 狠狠地将她压住 灌了十多碗的醒酒汤 不然小燕今天也不会起这么早 果然啊 不管是不是帝君 这吃醋的本领都是一等一的墙 天色已晚 凤酒伸身懒腰 走向了自己的房间 回头看见了跟在自己身后的东华 你跟着我干嘛 凤酒一脸的疑惑 我们都在一起了 不应该睡在一起吗 东华逐步靠近凤酒 将凤酒压在房门上 那也不行 昨晚是个意外 你回你自己房间去 凤酒推开东华 闪身进入了房间 东华笑看着凤酒 从眼前消失 东华抬起手蹭了蹭鼻子 算了 今晚饶过你了 东华心情愉悦地走回了自己房间 凤酒和艳池雾 一大早就开始将其男神工布置起来 小九 老子怎么感觉 是被你拉来当鼓励的呢 站在梯子上 深周黑红外袍的小燕抱怨的 那你怎么不说 这两天在人家这里混车混喝呢 站在梯子下身着粉衣的凤酒 透过遮挡阳光的手 回怼着小燕 你不也是在这混车混喝吗 所以 我不是在帮忙吗 那为什么冰块脸 可以坐在院子里晒太阳 小燕不服地便解道 那你要是能收拾她 你就去啊 凤酒毫不客气地顶了回去 你就是偏向她 小燕表示自己委屈 我就是偏向她 凤酒冲小燕吐着舌头 站在院中抱着白管管的敦华 表示有媳妇护着的感觉就是好 东华闭着眼吸了一下这美好的空气 一脸的满足 小燕 你快点 一会儿阿兰惹她们就回来了 凤酒催促着小燕将东西都收了 老子知道了 小燕也加快了脚步 新郎新娘到了 新南神宫的宫门外 传来了李光的呼喊 凤酒和小燕站在门口迎着他们 东华也随着大流 抱着白管管站在凤酒身边 神宫不断地涌进来人 都是神宫的官员 还有菊诺身边的人 凤酒看到陈夜将带着盖头的阿兰惹 从轿桩抱了出来 走进了神宫 众人都在一旁鼓掌欢呼 凤酒也高兴地拍着手 他们站在神宫的神像前 陈夜将阿兰惹放在地下 两人面对面地站着 虽然头上有着盖头 但是阿兰惹还是能感觉到 陈夜炙热的目光 一旁的菊诺走到阿兰惹身边 送上了娘家人的祝福 一阵乾坤夫妇为人 轮之时 诗歌周遭 婚姻乃王化之源 是以 鸣凤铢腔 补其昌鱼武士 腰桃卓卓歌 好合于百年 经陈夜神君世泽 以风采欲宿酌 阿兰惹殿下 宁门书园 秀归明珠 映称碧和连珠之妙 至真琴邪色条之欢 曾来红暗之光 劫此凤鱼之好 爱与此良辰美景 欢颜家里 共携畅随 若洞房 而喜意花周辉煌 赌华屋之欢腾 声歌谍奏 兴此时 仪式宜家 难门亭而有药 补他日昌而至 庆瓜叠心年长 永至宴席 以书成为 静长乐未央之诵 特贺冤蒙而书 蝶远敦二号 无犹之文 迎世吉尘 行何景之礼 怨赴百年 偕老永结 情字之欢 无尽其娼 早邪熊皮之庆 菊诺说完贺词 陈毅和安兰惹 一同向着 坐在高处的 敦华和沈相 拜了三拜 礼成 请两位新人 共斩比翼 以示万年之好 比翼鸟族真重感情 夫死七岁 妻死同亡 所以在成婚当日 会展开比翼 立下誓言 比翼鸟的翅膀 只有夫妻 才可以互摸 所以这也是比翼鸟 异族的传统 陈夜和安兰惹 都是双翼的比翼鸟 安兰惹是白色 陈夜是黑色的 黑白相应的双翼 美极了 陈夜走近安兰惹 将它头上盖头揭开 平日 安兰惹也穿着红衣 倒是今日的红衣 更有韵味 安兰惹看着身穿红衣 更显俊朗的陈夜笑了 陈夜也看着安兰惹笑了 从来都是冷情冷言的二人 今日倒是将众人惊艳了 大家不停地夸奖着他们狼才女貌 天生一对 处于人群中的凤酒 也跟着众人夸赞着 安兰惹和陈夜 郑重地摸向对方的双翼 共同许下他们的诺言 我们愿此生 不离不弃 生死相依 忠贞不渝 同生共死 安兰惹和陈夜的眼中 只映着眼前人 他们的爱跨越着时空 他们的情将他们相连 即便曾经的隐忍和忌惮 让他们失去过对方 但从今天开始 他们必生死相依 陈夜在前殿 与那些人终现一阵后 便将他们抛给了小燕 被当作新郎官替身的小燕 被灌得比那天喝得还多 陈夜带着点酒机地走进婚房 安兰惹安静地坐在床边 陈夜也坐在了床边 他抓住安兰惹放在吸尖的手 安兰惹 从今天起 你就是我陈夜的人 我就是你安兰惹的人 我们一定会有更好的未来 安兰惹笑着自己将盖头拽了下来 从今天起 你陈夜便是我唯一的亲人 陈夜 我愿与你同生共死 此生相随 陈夜温柔地吻向安兰惹 安兰惹也回应着他 陈夜将安兰惹推在了床上 或许经历过生死 才明白爱情不一定要轰轰烈烈烈 细水长流的爱情才更为长久 沈宫内的客人逐渐退去 凤九只好开始收拾乱七八糟的院子 小九 你说季鸿到底怎么样才会喜欢我 最倒在一旁的小燕 靠着柱子问向凤九 凤九看着小燕又陷入爱气横的死循环 凤九只好放下手中的东西 走到小燕旁边坐了下来 看着最红脸的小燕问 小燕 你觉得季鸿是个什么样的女子 小燕将手里的酒坛凑近嘴边 季鸿 她是这世间最漂亮 最温柔的女子 凤九有些无语地扶着头 小燕对季鸿总是自带着绿镜美颜 小燕 你抛开季鸿的外在 你觉得她是个什么性子的女子 燕迟无不知道凤九说的是什么意思 她一脸迷惑地看着凤九 凤九安慰地拍拍小燕的肩膀 小燕 你爱的那个女子 是一个撞破男墙也不回头 哪怕把男墙拆了 也不会回头的女子 你一直在背后追她 她不会回头看你 她只会望着前方到来的人 也不会发现身后的你 她爱上敏苏 就算发现敏苏是女子 她也甘愿带着敏苏的尸体 一起跳下悬崖共死 她虽然将感情错付 但是她没有后悔 小燕 不是她不喜欢你 而是你根本就没有被她 算在她的生命里 凤九有些感慨 极衡爱了这么多人 其实只有燕迟无在她身后 一直不能离去 但她从没有回头看过她 燕迟无不懂女人心 这次从凤九嘴里 她认识了一个抛开外表的极衡 燕迟无也不说话 只是一个人喝闷酒 小燕 爱情总是两人中 有一个人 要付出的更多 你以后会碰见一个女子 像你爱鸡恒那样爱你 我希望那个时候 你能不错过她 凤九抬头望着星空笑了 小九 今天 我想再醉一场 明天我想 再去见一次鸡恒 小燕睁着朦胧的眼睛 看着凤九 好 明天再去问问她 凤九轻轻摸摸想燕的头 对待燕迟物 凤九总是带着一种母亲的慈爱 那现在 小燕正事 可否回到房间啊 凤九装作轻松站起来 笑着对小燕说 小燕摇摇晃晃的 引着柱子站了起来 凤九有些担心的 想要去扶小燕 燕迟物去甩了甩手 没事小九 我自己能回去 凤九只好在原地 眼睁睁的看着燕迟物 磕磕碰碰的回去了 这时东华突然出现在凤九身后 你担心她 突如其来的声音 将凤九吓了一跳 本来凤九在晚上 就格外的害怕 东华还阴森森的 在她身后说话 吓得凤九紧闭着眼 转身就像身后的人 来了一击重拳 正击中东华的下巴 凤九闭着眼 听到面前人的闷哼声 有些熟悉 连忙睁开眼 就看见东华 一脸痛苦地捂着下巴 凤九有些心虚 急不走上前 想要看看东华的伤 凤九将东华捂在 下巴上的手 拿开 伤口就展现在凤九面前 白细菌老的面容 被下巴上红肿的拳头印给破坏了 你下巴有没有掉啊 我刚才不是故意的 凤九的手 轻轻将东华的下巴抬起 满脸的担忧 凤九全神贯注地观察着 东华的下巴 而错过了东华眼底闪过的笑语 应该是没掉 但是 好疼啊 东华一脸委屈地盯着凤九 对不起啊 我刚才不知道是你 去我房间吧 我带来木芙如花糕 我给你擦点药 凤九愧疚地提议道 东华一脸为难地点点头 跟着凤九进入了房间 你别动啊 凤九将木芙如花糕 放到东华的手里 让他拿着 自己一只手 轻轻地抬起东华的下巴 另一只手 轻轻地将药糕 涂在红肿的地方 你说以你的修为 就不知道朵朵 看着比刚才 还有点肿的下巴 凤九心疼地凑到 东华的下巴处吹了吹 东华感受到 一丝丝凉气 浮过自己的下巴 你看什么 凤九涂完了 将药糕的盖子盒上 我在看你 东华看着凤九说 我有什么好看的 凤九转头 避开东华的视线 将手中的花糕 放在桌子上 顺势坐下来 给自己倒杯茶 你好像 一向对厌尺物都很好 东华坐在床边 看向不远处的凤九 只是有点心疼小爷 爱了几横数万年 可是几横 却从未回过头看过他 凤九转着手里的茶杯 有些感慨 那是他们本就没有缘分 东华倒是不以为然 是吗 果然啊 缘分这种事最难强求 小白 无疼 东华侧下身躺在了床上 一脸脆弱的呼唤着 正在走神的凤九 凤九本来正在感慨 小燕的情怒艰难 就听见东华的叫声 凤九无奈地起身 走到床边 蹲下来看看 躺在床边的东华的下巴 明明都已经小肿了 怎么会还疼 凤九对此表示质疑 东华的眼神有些躲闪 这正为说 可能是伤到骨头了吧 小白 你坐下来陪我待会儿 东华灵活地向床里挪了挪 拍了拍空出来的位置 嗯 这场景 有点熟悉 凤九对东华的暗示 表示拒绝 帝君 天都已经晚了 有什么事 明天再说吧 你该回去了 凤九从床边站起身来 双手还着胸 看着死皮赖脸躺在自己床上的东华 可是我觉得 你屋里的床比我的舒服 东华一只手支着脑袋侧着身子 看着对自己下足颇令的凤九 我真是 算了 那我去你屋里睡 凤九本想好好埋态埋态东华 转念一想 自己从来都没赢过他 还是算了 凤九转身就走出了自己的房间 东华躺在床上笑着 看着凤九走远 丝毫没有拒绝 看着凤凰 就行 吟ic 婅